EPIFORM在2021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年初 要发布四款的高端的CUSTOM 它的售价也基本上买入了万元户 那么这四只分别是 第一只叫GO45 CUSTOM 渐变色的外观 那么它的售价大概在人民币9000左右 在上面再贵一点的是11000左右的叫GO200 PARTLOR 它的体积和通行要稍微的小一点 圆木色 那么比它再贵一点就是蓝水鬼蜂鸟 漂亮的蓝色上面布满了香气 因此它也更贵一点 售价在14000左右 那么比它再贵的就是售价15000左右的GO200 PARTLOR VINE CUSTOM 上面全是非常漂亮的藤蔓的墓碑的香气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EPIFORM以后 就可以叫做大意了呢 那么今天我们给它带来的是来自EPIFORM即将上市的J45 CUSTOM 它也是EPIFORM目击它生产前全单里面J45系列里面的最贵的耐质 首先你又看到它非常经典的元素 太阳的尖变色 圆尖的地桶形 短线长 这都是它经典的特征 那么首先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它的配置 面板呢 采用的是西迪卡的云山单板 背侧板呢 采用的是OVANCO 也就是骨鱼肃木 它的琴琴呢 Nake采用的是桃花蜥木 金色的拳封壁的卷线器 琴头呢 黑色的填别上 有EPIFORM的母背的logo的象限 那么纸板的宽度大概在43毫米左右 上下线程度是采用的骨质 有效线长核心参数 大概在630毫米左右 短线长 因此在推线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舒适 它的纸板和琴码呢 都是采用的硬度月桂木 那么纸板上面呢 也有漂亮的钻石型的母背的镶嵌 红硅色的护盘 硬朴花环 采用的是包一母背 它的包边和嵌边呢 采用的是鱼骨纹 包边的为奶白色 整个琴呢 采用的是五分哑光 琴在手里的感觉呢 相对会比较沉一点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一个实音器 采用的是飞行们的Sonic Turn 你可以把这个实音器理解为 官方送给你的 后期你万一非常喜欢这个琴 你想在实音器经常升起 你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好了 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这支漂亮的J45 Custom的声音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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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